今天現場要來聚焦的是大陸的國防的部分 來看到這是大陸的第一艘電磁彈射航母福建艦 從最新可以傳出來的這個網路上流傳的 X Twitter上流傳的空拍圖 可以看到福建艦的飛行甲板 已經完成了七成多的塗裝 預計很快就會進行第一次的海事 根據這一連串的最新照片 可以看到福建艦完工的進展 可以說是非常的快速 因為甲板的塗裝已經超過七成了 估計在短時間之內就會展開了海事 這也代表中國大陸的三航母 時代竟要展開 福建艦除了比遼寧艦和山東艦 有更強大的戰力之外 最重要的是它從里到外 都是中國大陸自主研發建造的 尤其是電磁彈射系統 緊追在美國的超級航母之後 當然它什麼時候會海事呢 現在也是引發很多軍事迷的關注焦點 好 來看到這是福建艦 它的這個照片 我們進一步可以從這個空拍圖 我們可以仔細的比對一下 這個甲板塗裝作業完成度 現在軍事專家說大約是有七成了 預估這個海事之日即將到來 福建艦有什麼樣的性能呢 現在軍事專家就分析 它的排水量大約是八萬多噸 而且這個採用的是 平直甲板與電磁彈射設計 這樣子不僅讓它上頭的艦載機 可以滿載起飛 而且還可以大幅提升艦載機出動的次數 除此之外這個航母還可以攜帶殲35 隱身戰機殲15空警600預警機 甚至是隱形無人機等等 好 另外要來看到的是大陸的主力戰機殲20機隊 估計現在的數量已經超過了300架 外界預估以這樣子的每年100架的速度來看的話 很快就可以成為全球服役規模第二大的五代戰機 那如果呢 其中在換裝WS-15的這個發動機 可以讓性能倍增 將可以成為全球最強的五代戰機 好 大陸的解放軍在這個海軍 還有空軍的部分 實力是不斷的往上精進 那現在呢 其實美國跟盟友菲律賓 他們的結盟動作也是頻頻的 好 來看到就是美飛聯合軍事演習 不斷上演之後呢 這個見指中國大陸的意味可以說是非常濃厚 那現在更確定的這個消息是 美軍他們即將在菲律賓的巴丹島這邊 要出資建造新的民用港口 因為巴丹島它距離台灣 這個距離非常的近喔 不到200公里 當然這個目的這個部署呢 要防止的就是萬一真的台灣有事的話 那巴丹島可以當作美軍的一個基地來利用 另外也可以幫助在台灣的一些 菲律賓他們的移工 有一個地方可以撤退 當然它的戰略意義可以說是非常的重要的 好 另外要來看到的 這個是一個八卦消息 這是英國凱特王妃 他在今年1月份的時候 接受了腹部手術之後 他一直是休養沒有公開露面的 當然很多人就在懷疑說 這個凱特王妃他病情還好嗎 因為這個肯興頓宮一直都沒有公佈 他的最新照片 現在很多英國網友說他可能是罹患了克隆市政 當然外媒的小報有這樣的報導 不過肯興頓宮當然完全都沒有正式的回應 不過最近消息是10號 肯興頓宮他們發布了凱特還有三名子女的合照 本來是說想要辟謠的 但是現在被各大通訊社包括了美聯社路透社還有法新社等等重要的新聞通訊社他們判定這個照片是經過變造的 所以他們現在要收回這張照片 可以看到這個路透社他們發布的這張照片 在這合照上頭打了一個大大的紅叉叉 好 宣告說要刪除照片 並且建議所有平台要下架處理 因為這幾家通訊社他們都認為說 發布照片的消息來源是涉嫌篡改照片 所以現在決定要緊急撤銷 但是對於這個通訊社竟然決議肯興頓宮沒有做出相關的回應 好 不過其實有網友他們就比對了肯興頓宮發布的照片可以看到呢 沙綠地公主說是她的細節是有點奇怪 包括她的袖子是沒有正確排列的 不太像是好 第一手經過照片這樣子發布出來 可能中間真的是有經過一些修圖 另外還有這個路易王子她的手勢有點奇怪 認為這照片可能是真的經過變造 凱特王妃她在今年1月份接受手術之後 外界就一直很關注她的狀況 由於她一直都沒有公開露面 甚至說她的社群媒體也都沒有公布她相關的照片 所以當然後續爆出了一些陰謀論 而她預計是在4月份的復活節之前 都不會履行公開的王室職務 只需關注的是俄烏戰爭的部分 現在天主教的教宗方濟哥 她最近受訪時表示 烏克蘭應該要拿出舉白旗的勇氣 要通過談判終結和俄羅斯的戰爭 但是這樣的說法 烏克蘭10號回應 絕對不會舉白旗投降 烏克蘭總統澤林斯基他更是批評 在2500公里之外 談什麼虛擬條件呢 當時烏克蘭20號發生的戰爭 都在這次判斷 都在抗亡 全民人都在抗亡 全民 人們 全民人 人們 全民 人們 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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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 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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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10号也回应 乌方永远不会投降 只会举起乌克兰的黄蓝色国旗 库列巴他更是提醒范蒂冈 应该要避免重蹈二战时 对于这个纳粹没有及时采取行动的错误 因为根据范蒂冈的档案馆公开的一封信显示 前教宗似乎是在1942年 就已经了解了纳粹要灭绝犹太人行动的相关细节 但是当时却是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